情人眼淚出MV 以網民的真人故事改編拍成MV 每集都會找聲客串下 而今集就找來夏衛BB featuring動主播奔奔 拍開有鋪韻 夏衛BB恨同白兩金拍戲 故事就講述夏衛BB 和老公回想當年拍拖的往事 女生很乖很純直很天真的 而對方是一個好愧 但都沒辦法 因為當她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大家相愛的時候 是很盲目的 只有覺得她所做的事 就算不好她都認為是好的 這些是愛情的 不知道夏衛BB又演得如何呢 我現在不懂得拍拖的了 這麼老 我年輕時是不懂的 我們老而未見 我們情比甘結 情比甘結 因為這次拍MV 夏衛BB還想起她的初戀 你知道吧 我年輕時真的很多男生醉 我記得我初初認識我的男朋友 即是我的丈夫 她是一見中青 18歲的那時候 發覺這個男生很好 很斯文 而且很關心我 我未曾見過一個人 對我這麼體貼 我只有一分鐘不見他 都會想起這個人 原來這些就是真的情感 和很真實 所以我後期都會嫁給他 很動人的 即是又讀書 認識到真是老了 我們還是走回來看一間學校 這些是很難得的 有志者事景成的 他們一定會白頭到老的 兩心相連的時候是分不開的